特区政府安排两班包机接载滞留湖北的港人回香港 合共接载了244人 比原先少了14人 三个人因为发烧不能够上机 要返回居住的小区隔离 两班包机的乘客抵抗之后 都送到晋阳村隔离检疫 战友马晴晴报道包机的情况 109个乘客登上首班国泰港龙包机 下午大约3点12分在武汉起飞 机舱每一行都有人坐 人和人之间隔开1到2个位 乘客在机上全程要穿保护衣 但就没有戴头套 机上有医护随行 没有飞机餐和饮品提供 手班机下午近5点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乘客在机上等 广播说要按次序下机 去火腾进阳村检疫 行李会直接送过去 大约20分钟之后 有人拖着小朋友 率先下飞机上了旅游巴 其余乘客都拿着手提行李 陆续下飞机 各个人都挂着识别名牌 有小朋友上车时 没有穿保护衣 旅游巴没有坐满 车上有工作人员向乘客讲解 第二辆旅游巴乘客也隔开厂 旅游巴大约坐了三分一的座位 八辆旅游巴夜晚抵达晋阳村 晚上近10点 第二班包机也飞抵本港 职员上机帮他们量体温等 最先下机的相信是政府人员 没有着保护衣 上旅游巴离开 其余135个乘客之后下机 当中包括十几个孕婦 也有严重病患者 有44人来自武汉以外的湖北城市 两班机的人较原本公布少了14人 有3个因为未能通过体温检测 也有人选择不坐或改旗 梁曼暴记全部人都要在晋阳村隔离检疫14日 有线电视记者 马晴晴报道